各位产业星星大家好 我是百安营养科技的吴先生 也是这次科专计划的执行者 首先感谢农委会主台经历院提供给百安公司 执行科专计划的机会以及今日的分享 今天我会从公司简介开始 并且介绍科专计划的好处 以及执行计划前后差异和执行过程的经验分享 首先先简单的介绍百安公司给大家认识一下 百安营养公司是以解决畜牧场情绪分转变成有继续肥料起家的 在发展堆肥技术的过程中为了缩短堆肥化时程 以及降低环境的臭油浓度 进而研发出改善堆肥品质 促进动物健康以及减少环境污染的机能性添加剂 目标借由先进的科技达到无创养殖以及永续农牧 希望可以提供给社会大众 安全健康环保永续的永续产品选择 百安公司是属于新创公司 在2013年创立在2014年踏入肥料业 执行大大小小的文件试验 基于创新的理念 我们在2016年首度完成嘉义地方产业创新计划 SBI UP 开发出小型快速堆肥化设备 为了进一步的解决畜牧场端的废弃物处理问题 我们在2020年研提农业业界科专的计划 进行潮间式自动判断设备以及发酵技术的开发 并于2022年完成为期两年的农业业界科专计划 成功开发出潮间式自动判断设备 并且缩短堆肥的时程和改善堆肥的品质 计划期间 我们在2021年陆续申请多支有机质肥料品牌 同时获得国产有机质肥料品牌的推荐 这是我们计划的合作伙伴 丰隆合作农场在云林、鱼贝的堆肥厂 堆肥设施有潮间式堆肥和固定式天车自走 设施面积约1100平方公尺 情绪份平均约处理量约600-900噸 这是目前百恩公司所开发的产品分类 其中有机质肥肥料是由情绪份完全主熟制成 可作为改良土壤有机质以及土壤环境微生物的 积肥和追肥使用 适合用于各种观赏食物或蔬菜股素 同时我们也开发出天然的环境意味除臭剂 可以直接消除虚物场环境或者是堆肥过程的意味 此外我们还发展出可以促进堆肥腐熟的微生物腐熟剂 以及促进动物健康的机能性添加剂等产品 接下来向各位先进介绍申请农业业界科专的好处 申请科专计划对于企业来说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可以获得研发经费的补助 其中包含研发所投入的人员薪资补助 设备的租金使用费和维护费补助 以及研发过程中会使用到的耗材费用和拆取费的补助 让公司在购入研发设备和耗材的时候可以减轻负担 此外若是开发的技术是来自于学术或者是学术单位 或者是和其他的企业伙伴合作 也可以补助技术引进费以及委托劳务费 以我们公司为例 我们在这次的计划中有委托合作伙伴共同开发机械设备 因此在开发期间我们有申请到委托劳务费的经费补助 加速了我们将新发想的理念变成真实产品的研发动力 建议大家在研提计划的时候 可以将计划执行期间所需要购置的研发设备 或者是耗材预算详细的列出 一方面让试验计划更完整 另一方面可以避免移动 此外在计划执行的过程中透过每一次的审查 审查委员都会提供许多宝贵的建议给我们 参考和改进 尤其由于审查委员是来自于不同的专业领域 对于进行跨领域合作的计划更有帮助 让整个计划执行的更顺利 也让最后的成果更具可行性 而业界科专平台和农业的产业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可以透过平台的分享 增加企业的曝光度以及触及率 对往后的产品发展或者是企业形象都有加分的效果 业界科专计划的目的是希望企业以原创的方式研发 或者是优化既有的农业生产技术流程或产品 其研发成果的智慧财产权都归于受补助人的所有 尤其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自然可以生成足够量的研发数据记录和报告 后续可以作为申请智慧财产权的依据 而在执行计划期间为了获得更完善的数据 可以帮助企业建立标准化的实验方法以及流程 包括落实研究记录的归档和整合 并且可以建立完整的实验设备作为企业后续研发和机关的基础 接下来介绍执行前后的差异 首先是经费投入的部分 执行业界科专可以获得政府经费的支持 减少研发成本的负担 再来是以往公司研发产品的时候容易多头马车 或者是动力比较不足可行性不佳 无法集中研究 在执行科专计划后可以学习到完善的实验规划 以及可行性的评估 并且有专家学者的提点以及科专小组的协助 因此可以按步驟般的完成目标进度 而原先我们公司的产品销售领域值 局限在有机肥和微生物自记等 在执行计划后 我们增加了开发自动化设备的能力 以及堆肥技术转移的能力 而在生产流程的部分也是很明显的 可以看到在执行前 传统的翻堆动作重复性高 而且耗时费力 在执行后我们透过机械化的辅助 不仅缩短堆肥腐熟的时间 而且可以降低能力的成本 由于国内环保意识的抬通 畜牧废性物的火山处理 以及就地化堆肥处理是一大课题 目前畜牧厂自设堆肥社 或者堆肥厂能普遍保有 潮尖式翻堆区的硬体设备 但国内常见的自动翻堆机 几乎都是固定式天车自走式轨道的设计 需要比较大的土地规划 建造长条形的轨道潮尖 因此我们想要开发出 适合用于潮尖堆肥的可移动式自动翻堆设备 与传统利用技术源驾驶产车 长时间在恶劣环境下进行翻堆相比 这台潮尖自动翻堆设备 能够解决现场的力资源吃紧 以及传统翻堆法导致物料结块不均匀等问题 因此经过我们两年的研究开发后 我们成功发展出一台可以进行 潮尖自动翻堆的模组化机器 可以改善畜牧场辐射堆肥设 或商业堆肥厂的潮尖堆肥处理 所需的土地面积门槛低 而且搭配我们发展的两段式发酵技术 更可以缩短发酵时间 也可以改善堆肥的腐缩度 以及产品的品质 接下来向各位分享整个计划执行过程 首先是一开始的计划提案阶段 在研究计划前需要先订定计划目标 是否具有创建性、可行性 以及是否能够执行的现实面 最后还需要考量到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以及产品的效益 再来依照公告的计划书格式撰写 在撰写计划书的时候 拟计预定的进度和查核点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是时间一到就需要达成的目标 因此需要依照团队的开发能力 以及试验的进度来定定 在通过资格审查后 会有领域审查需要做解报 向審查委员说明整体的计划规划 规划通过后开始计划执行阶段 为了避免落后 因此需要每季上传系统 回报计划的执行进度 而每半年会审查一次 包括实地的审查 在执行的时候 如果是有委托厂商或者是厂学合作 需要互相追踪回报进度 以免进度落后 再来是很重要的预算编列的部分 由于在计划书延提阶段 就需要预先编列经费 建议应该省慎的编列 因为经费一旦决省后就不容易改变 但是如果计划期间有遇到人事变动 或者是公司的资料需要变更等等 可以请科研小组帮忙 在延提计划书时 首先需要了解市场的需求 并且要锁定计划的目标 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们百恩公司在起初 研提计划书的时候的构思 由于随着人类的生活品质提升 情绪废弃物必须合法处理再利用 根据统计 国内情绪份废弃物 年产出量达200万吨 但目前全台合法的 情绪份堆肥厂 或者是畜牧场附设的堆肥厂 的处理量还有提升的空间 因此我们希望开发可以提高 堆肥化处理的效率 以及优化堆肥制成 方便应用的技术 达到情绪份的就地处理目的 在堆肥过程中 堆肥的原料含水量高 容易导致厌氧发酵 而产生臭味 因此我们利用功能性微生物 解决臭味的问题 而传统槽尖式堆肥法 可以同时处理大量的飞行物 但是处理的技术上有屏幕的空间 我们利用两段式的发酵技术 更加缩短堆肥化时间 并且开发槽尖自动反对设备 解决现场缺工的问题 减少重复性的反对动作 并制定标准化的有机肥生产流程 生产完全腐熟 而且细致的有机肥肥料 根据上述的计划目标之后 我们开始从图面设计 模型模拟到机台的建造 以及堆肥化流程的优化 最后我们终于有机会 可以向目标客群公开我们的研发成果 虽然在开发的过程中 我们遇到了不少阻碍 像是机台的阻力问题 动力问题以及钢铁原物料上涨等等 我们一一克服 最后产出符合预期的机械设备 以及由自动反对设备 产出的高品质有机肥料 在田间试验上 达到有设定的标准 最后提供几点 建议各位先进做参考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 拟定明确目标 要开发的产品和技术需要具备可行性 经费编列也需要全面考量 并且符合计划所需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 自备研发资金是否充足 再来是计划期间的各项查核点进度 需要掌握好 按部就班执行 并且随时承报进度 如果事件遇到阻碍或挫折也不用害怕 一定有解决的方案 审查委员和柯山小组 可以成为你强力的后部 最后我想说的是 科端计划只是一个开端 不是只有两三年就可以结束的 开发出来的成果 是可以让企业继续延续或者加持 并且帮助到整个产业界 才是这个计划的主要目标 以上是板恩公司的分享 感谢各位的聆听 感谢观看